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羊人的视频空间啊 嘿嘿嘿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期张辽的速通啊 张辽这个角色的话 小时候挺火啊 但是现在打天王难度的话他比较弱啊 新手玩家的话因为全短嘛 得难受啊 但是你看啊 当前玩家花神啊 算说这一局啊 这一局整体的速度上来讲啊 不算是破级录举啊 但是也算是相当相当快的了啊 但是很华丽啊 手法很棒啊 大家是不是看我这个状态不太像这个小羊人啊 是吧 嘿嘿嘿 多喝热水啊 多喝热水 我是什么情况呢 我是最一开始的时候啊 家里人羊啊 但是呢 我不敢羊啊 我得照顾他们啊 反正都给他们照顾过去了啊 最后啊 他们都完事了 完事我才开始讲 但是我啥事都没有啊 就是咱们经常玩游戏这些朋友啊 据我这么多年的直播经验加 对于跟大家聊天啊 对于大家的了解啊 爱玩游戏的这些朋友们啊 就是说咱们的观众群体 有点推荐的总共和气劲 你把你爱喝饮料 然后爱喝凉水 或爱喝热水 但是其实热水这个东西 有可能是当前啊 这个情况的第二要务 也也许啊 你可能没什么事啊 你如果有多喝热水的习惯的话 你就没啥事了啊 热水就能帮你顶过去 但是你没有这个习惯 你不妨去尝试一下 就喝那种 你像我平时比较爱喝茶 现在就不能喝茶了 就是可以控制温度 烧到60度到70度 应该60度的水喝着正好 70度的水 应该你喝着喝着 它就凉了嘛 稍微晾那么一下 就是你大口喝烫嘴 然后小口吸溜着喝 它还能喝下去 然后你就一直喝一直喝 你喝完一杯之后 你还想喝 对吧 你可以说我坐着 我喝俩小时热水 但是你不能说 我喝俩小时饮料 你喝不下去 你说我喝俩小时凉水 你也喝不下去 但是你就这段时间 你就是我愿意 愿意这个歇会儿歇会儿 或者怎么样的 对吧 我就坐着一直喝热水 一直喝热水 对吧 然后你就没什么 没什么事啊 我现在就是一个 想要人的状态 完事之后再给大家解说 我可能也略显感冒啊 但是没有什么 当然每一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你就比如说我吧 可能确实是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啊 不过这次没轮到我 不一定 嘿嘿 下次就轮不到我啊 但是热水这个东西 真的很顶用啊 真的很顶用 这边来到了吕蒙啊 刚才打张聊的时候 下潜拳啊 就是这个 前方边时 暴枂的前方边时 一定要在上身位处啊 在上身位处就比较好啊 就是 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我也不知道我啥时候能好啊 但是 我感觉 反正也也也不影响啊 不影响我 连 我现在连给大家露素彩都不影响我了 都已经这样了 反正我是一天 现在啊 因为嗓子 要干嘛 就是一天喝 两小时热水啊 不知道喝多少啊 按点喝啊 这边来到了 左瓷啊 这里的话啊 是先把沙漠科给放出来 把沙漠科给放出来之后啊 然后 去打这个陆逊啊 躲着 躲着沙漠科打陆逊 这样的话 就可以直接通关啊 左瓷就不用打了 俗称跳左瓷 这边使用了一个张安壮 张辽使用张安壮 如果没有沙漠科影响的话 都可以一次啊 一套招直接给陆逊带走啊 这边直接毒 一开始没打上高伤害 暴气的时间点没有了 这边给个雪沙 躲一下莫科科 然后平A接下前拳追 再接下前拳 这个下前拳 这个秦王鞭石打两点 打到陆逊身上 伤害特别高啊 但是你如果使用下前拳追低的话啊 就是秦王鞭石追低 呃 得有张安壮的效果 要不然的话 追不上啊 哎 这边一顿秀啊 你看 是吧 这小连招一顿花式给你秀 连招秀挺帅啊 然后等左瓷出来啊 等左瓷出来 然后再把沙漠科打掉 这边出的东西都是左瓷掉的啊 这样的话就直接通关了啊 不用打啊 不用打啊 啊 是吧 直接过关啊 然后就来到下一关 这边来到了许蜀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哎 先打一个蹲 这边打拳 然后追地啊 这里追地 是为什么要追地 追完地之后它是快起啊 你们可以看他起身速度非常快啊 就变成快起了啊 等他哎 这下你看他起身慢了 他起身慢了 就说明这个追地就给你重置了啊 就是又有追地了啊 没有追地的情况下 许蜀是快起 这时候也没有毒了 只能硬打 打这个爆气的前方边时 就是这个下前拳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在他上身位 要不然打不到两点啊 这边许蜀打的也是相当相当的快 来到盖哥 一二三蹲A 一二三 跳A 哎这边这个跳A是为了清兵啊 反应也是相当相当的快 一二三蹲A 一二三四 前A 一二三 再打一个蹲A 这一套招是一个标准的四招一式 张辽的连招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伤害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这边盖哥去左边了不得劲啊 要等他去右边 防一手 这下防的也很帅啊 一二三蹲A 一二三四 接前A 一二三四 接蹲A 太帅了啊 这套招的话 呃 顿A那一下 我能连上啊 最后啊 前A之后 最后落地再接一个蹲A 这下有点难啊 嘿嘿嘿 整不了啊 还有一套啊 直接给再走啊 一二三 跳A 接下前拳啊 很华丽啊 啊 这边直接爆气啊 来到了最后一关的大马 张辽打这个大马 没法打啊 要借助隐身一 而且一个都不够 得俩啊 平A接下前拳 平A再接前方边时 爆气的前方边时 伤害高啊 平A接下前拳 然后掉桃 平A再接下前拳 再给隐身一 再平A接下前拳 两个隐身一 带走这个大马 因为张辽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去打这个大马 后边到魏严啊 打严格的话就有办法了啊 暴气的依然是使用暴气的擒王边时啊 下前拳 这里过来先给一个电书啊 过字幕的时间啊 跟电书的这个场景啊 是重重叠的啊 一是为了电书打魏严伤害高啊 另外的话是电书最大的目的是把那些铁亚兵给清掉 暴气平A接下前拳 过来完事之后独标 然后平A接下 你看这个下前拳 暴气的下前拳 打多高的伤害 一定是上身位啊 不是上身位打不到 完了再来一套 没了啊 严格 平平A 你看没没再上身位就打不到一点了 打不到两点了啊 然后最后给了一个风卷残云 这边来到司马仪 直接一个毒 一二三四 接啊 普通的必杀啊 这个普通必杀 其实他是为了清兵啊 但是没清掉啊 没清掉的话 松心找一下 防一手啊 既不宫很扎实啊 但是司马仪一直不落位 不落位 就是不落位 一二三 哎呀这下落位了 升级很难受 雪杀一手 这边只能打坠地了 很难受啊 嗯 这个司马仪打此了 司马仪打此了 司马仪打此了 再防一手 等他落位 一定要等他落位啊 这司马仪也不太配合 落位 哎落位了 蹲A123 蹲A123 前前A 一再蹲A 找回来啊 继续打 就一直这么打 如果属于点正的情况下 直接就能给他 就是如果运气特别好啊 直接就能给他带走啊 嘿嘿嘿嘿嘿 显然这一局 不是运气特别好的局 是吧 最后雪杀 再追一下地啊 呃 这司马仪打的 其实浪费了很多时间 然后这边来到曹操啊 直接站好位 上来就是一个 一二三 蹲A1234 打上去 然后接蹲A 打完一套 然后追地打上去 一二接雪杀 追地打上去 打一二接雪杀 再追一次地 然后放开他之后啊 要用隐身一 隐身一了之后 要用前前撞 撞他 前前撞 啊就是前前A 是会重置追地的 所以说哎 这里给隐身一 你看要打前前撞 一二三蹲A 一二三前前A 一二三前蹲A 一二三前前A 好把追地给他重置上啊 哎太贪了 你就打倒他 该追地就追地呗 直接打追地 哎完了 那四招一是没打顺 哎 这打死了 这追地还浪费了 前前A再撞一下 往回打 一二三蹲A 一二三四 然后再接前A 啊 最后打一个蹲A 这下追地能追上了啊 基本也就过 哎很帅 但是没有用 这你会出问题 你耍什么玩意帅呀 耍什么玩意 这能耍帅啊 这个招很帅啊 但是没有用啊 宝们啊 没有用啊 嘿嘿嘿 好了啊 这边剩这点血 再打一套也就带走了啊 很精彩啊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花神的精彩发挥 咱们下期见